欢迎来到热音时光 压力开始对两个人的感情反味 洛丽也在压力的生活中带不来一丝惊喜和意外 压力来到了借来的海边房子居住 当晚下起了大雨 压力在拿东西的时候发现窗户忽然打开 压力以为是小偷连忙躲了起来 但是被从窗户进来的芳芳发现 两人在聊天中知道原来是误会一场 其实芳芳是房主的孙女 在房间只有一间的情况下 两个人决定睡在一张床上 两人初次见面都被对方吸引 压力十分喜欢芳芳的活泼和古灵精怪 压力回到巴黎和女朋友的父母见面 洛丽打扮成妓女测试压力的忠诚 压力觉得这样的举动无聊又幼稚 洛丽的父母的感情十分平淡有前就 压力讨论她的感情并且害怕和芳芳激情后会失去刺激和浪漫 于是压力发誓自己不会和芳芳有身体上的接触 要和芳芳谈一场纯洁的感情 芳芳带压力来到了别人家又吃又喝 家里的主人回来了芳芳靠着美色趁机说服了房子里的男主人 两人趁机溜走 压力和芳芳两人尽情的跳舞 两人的默契度十分的高 芳芳从别人口中得知压力有同居的女友 但是这也没有影响到两个人的感情 芳芳想租一套房子 但是房价太贵 自己无法支付 于是压力偷偷的补齐了房租差价 让老板以芳芳心中的价格做给她 刚好隔壁有空的房间 压力租了下来住在隔壁 压力把芳芳瞎药昏睡带回了海边的房子 醒来时芳芳趁机色诱压力 但是压力坐怀不乱 刚好压力的女友赶到 两人发生了争吵 芳芳在参加香水考试的时候 情绪失控 没有完成考试 压力和女友矛盾激化 两人分手 压力来到了和芳芳隔壁的房子 把两个房间的墙换成了单面的玻璃 压力每天在玻璃后面 看着芳芳的一举一动 彻底沉沦了 她开始模仿芳芳的每一个动作 芳芳约了一个男人 还有压力一起约会 并和那个男人举止亲密 但是压力晚上回去的时候看到 芳芳和那个男人解释 一切都是为了吸引压力的注意力 芳芳意外得知 压力住在自己隔壁 装了一面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子 情绪十分激动 压力解释到自己是因为童年 无法走出来导致 芳芳走到了压力的心里 压力也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和芳芳完完整整地走到了一起 两人最后神情相拥 亲吻对方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映时光》